鞋盒 鞋盒 大家好我是阿鑫 又到了鞋盒分子開箱的時間 今天呢各位一定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標題要用 跟著空氣一起流動要學皇曆洗塵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鞋子 跟空氣流動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它是哪一雙呢 RRIVE 有沒有這個鞋盒上面用這個很像 後製板材質做成的鞋盒 上面寫的 REBUCK 跟 CLASSIC 字樣 那它是哪一雙鞋呢 來來來我們就把它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今天要跟各位開箱介紹的主角就是 我手上這雙叫做 REBUCK EMX DUSION 好不好我剛剛拿在手上像現在 有沒有它給我的感覺 第一個印象就是它超級輕 非常輕盈 那其實呢很明顯為什麼那麼輕盈 就是跟它鞋身面料有關係 有沒有看到 這個鞋身面料上面這邊有一個網布 這個就是用 REBUCK 非常頂級的編織技術 叫做 ULTRA KNIT 來做成 然後一直延伸到腳背呢 都是用 ULTRA KNIT 的材質來做成 讓這種鞋子呢更輕盈 而且兼具透氣性 而且又非常流線 就跟它的鞋名一樣 DMX FUSION 有沒有 就是很 這個名字感覺就是很流線的感覺 FUSION 然後它鞋身部分呢 還有用其他一些透氣網布 來做拼接來增加它的層次感 有沒有 你看這邊鞋頭有分兩個材質 這個就是彈性網布 然後這 ULTRA KNIT 材質來做拼接這樣子 這個全黑的鞋上面 你可以明顯看到有紅色的東西點綴上面 其實這個呢不是什麼 貼布或者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種綁鞋帶系統 就是把它縮減到最精簡的地方 它整個綁鞋帶系統這條拉環呢 其實是隱藏在鞋面上面 把它黏起來 然後露出一小結來做鞋帶穿綁的功用這樣子 真的太怕了 你不覺得有沒有 整雙鞋巾精簡到一個極致的這種感覺 而且 ULTRA KNIT 的鞋身材質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什麼呢 剛開始記過來的時候呢 鞋帶是這個樣子 你就是綁在這邊 綁在前面這邊 但是 ULTRA KNIT 材質一直延伸到腳踝部分 它的密度會做調整 像這邊就是比較大洞 你可以把它當成鞋帶孔來做 把它穿進去 鞋帶就等於可以把它收進去裡面 就是有些人因為不喜歡把鞋帶外露 所以它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把它穿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把你的鞋帶隱藏在鞋身裡面 而且它鞋帶是給你一種有彈性的感覺 有彈性的鞋帶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種不一樣的綁法 DM Max Fusion 除了鞋身構造非常俐落 非常前衛以外 它大底部分更是重點之重 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有沒有 兩個孤孤人像什麼 可是真的像科技的屁股 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它轉過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來 這個鞋底就是長這個樣子 DM Max 技術呢 這個你一定要好好認識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技術 其實早在1997年 1997 Rebuck 有一雙叫做 DM Max Round 10 的鞋子 還有戰神Evan Ivers 它的Answer 1 代呢 都是採用這種大底技術來做成的 那這個技術的原理是什麼呢 來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國外鞋頭這個影片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好不好 那國外鞋頭呢 就是把Answer 1 給切開後呢 可以看到大底跟大底之間 是互相連通的 不用透過什麼複雜原理 就來達到緩震的效果 就是2468 八個異常初期的 側面看起來凹凸不平的東西呢 它其實裡面很多氣囊 然後氣囊跟氣囊之間呢 又是相互連通的 所以當你的腳後跟有沒有 往地面一踩 這邊空氣收到擠壓之後呢 會怎麼樣 我會跟著通道跑到前面去 那等你前腳掌又往下踏的時候呢 這邊空氣又怎麼樣 隨著通道往後跑 跑到這個鞋跟的部分 就一來一往形成什麼 空氣的流動 對不對 就跟我開頭跟各位講的標題一樣 用這種方式來達到緩震的效果 那這就是所謂的DEM MAX緩震技術 那關於這雙DEM MAX FUSION 它除了全員版本以外呢 還有這雙 嘿嘿嘿 全白的版本好不好 非常適合接下來夏天的主動跟穿搭 那至於這兩雙鞋 還有旁邊這雙比較繽紛一點的配色呢 保餐的售價還有販售地點呢 都幫你整理好在文章裡面啦 只要點擊下面標題就可以觀看 那最後有一件事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邪惡分子 目前已經變成連載單元啦 所以每周四晚上八點都可以在JUXY的FB 還有Youtube上面看到最新一期的邪惡分子更新 OK 我們邪惡分子到這邊告一告段落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